《瑪竇福音》有七个天国的比喻 上星期我们听了杀种的比喻 今天有另外三个比喻 一个柚子、一个戒指、一个酵母的比喻 这三个比喻我很想用一个主题将它连起来 就是天主的欢容 能够带出天主对人事事一份怜悯的心 好像答唱永今天讲一下 我主你有良善又欢人 这个的确能够带出天主的特质 今天就让我们用这个来做反省 不单只反省福音这三个比喻 也都可以反省其他的读经 第一篇来自《智慧书》 里面是讲到天主是公义的天主 天主是大能的天主的审判 公义的 所以那些作恶的人 特别那些胆大妄为 天主又会予以懲罰 明知天主这么大能 你都作恶 所以胆大妄为 大概这个作者就是暗示出谷己里面 埃及的法郎 胆大妄为 见到天主这么多大能的 一件一件 显示给他 他都是胆大妄为 所以最终得到天主的惩罚 但是接着 这个作者一转转了的语气 接着就说了 虽然这个是大能的天主 公义的天主 但是他审判的时候又很温和 治理我们又极其欢仁 又带出另外一个天主的信息 有关天主的 天主就是这样 什么时候都宽容对我们 特别对着天主的选民 所以叫选民时时怀处 希望这样去生活 特别是当你感受到天主的欢仁的时候 你好像天主一样 慈悲地去对待其他的人 所以今天他就说了 结束的时候就说 二人必须连吻众人 当你感受到天主怎样 宽容对你 你要同样地连吻其他的人 等于我们念天主经的时候 一方面说 天主宽恕我们的罪过 所以我们感受到天主对我自己的欢恕 也都宽恕其他得罪我的人 一样的意思 所以自慰书就是带出这个意思 天主是公义的 是大能的 对于这些胆大妄为的人 天主会惩罚的 不过天主同时是欢仁对我们 第二篇读经 罗马书 不容易看到 欢容这件事 这里罗马书第八章 讲一个诚意的人 按照圣神去生活 圣神的生活是怎样 这里很短的一段读经 带出这件事 不过当我们整体地去看罗马书 我们就很清晰地感受到 天主对人的那份欢容联敏 恩信诚意 并不是因为你有能力 一样都做得好 完全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劳 遮盖你的罪过 你相信祂的话 即使你能够做得很完美 你都能够是一个义人 看到天主的欢仁 对人就是这样 天主这么宽大 什么时候都愿意欢恕人 只要你相信基督救赎的功劳 天主就赐给你这份恩宠 所以一个诚意的人 他的生活就要生活在圣神里面 如果你连怎么生活都不会 今天他就讲了 圣神知道我们想怎样 他为我们去祈求天主 给我们一些我们需要的恩宠 天主就是这样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代我们去转扣 所以叫我们依赖圣神去生活 一个义人 当你感受到天主对你的慈悲 你恩着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义人的时候 以后你的生活是依赖圣神去生活 第三篇很清楚了 我们说这三个比喻 很重要的天国的比喻 第一个有子的比喻 如果我问你 你第一次听有子的比喻 你的印象会是怎样 很多时人就会说 有子就是有子 善又善报恶又恶报 如果不报是时辰未到的 总有一天这些有子都是被烧掉的 我们的印象大概会是 有子就是有子 始终你都是被烧掉的 我们很可能没有发觉 这个比喻里面的过程 当这些仇人杀了有子 有子慢慢长出来的时候 仆人发现了 就对主人说 有子出现了 不如将它拔掉 主人说不要 不用 由得它生长 收割的时候我们才再处理 你想一想 它容许有子一直在这个田地里面生长 直至到最后一刻才做决定 你有没有看到天主的宽容 当然我们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 有子就是有子 死都是有子的 在真实的人身上又不是这样 真实的人身上的时候 就会是善人能够作恶的 恶人能够成为善人 实在是这样的 所以不需要你回到 有子始终最后都是有子 这个就是个比喻里面就是这样 实际生活里面人是可以变的 等于上一个主日那篇圣经 在路旁 在石头地 在经济 这些是人的心田 人可以转变成为好地 所以同样如果我们这样去了解 你们看到这个比喻 其实很漂亮 天主一直给你机会 不要 不用现在处罚 到收割的时候才理会 到他收割的时候 一生人是很长的 很多事情可以发生 天主就是这么宽容对我们 所以不妨我们看这个比喻 从宽容的角度去看 这个比喻就不像我们所说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总有一天你会得到报应的 这个只是公义而已 天主何时都是宽容 所以这样看的时候 天主一路给机会人 这样就很不同 第二篇地址 戒指的比喻 天国好像戒指一样 有这么小的东西 戒指是很小很小的种子 我们去过圣地看过这些戒指 大力一吹就吹 吹光了 风吹得起这么小 但它长起来 能够成为大树 天上的飞鸟能够来到棲息 想表达什么呢? 想表达天国包含所有的人 天国不只是为某一种人 天上的飞鸟全部都能够在这个树里面 棲息 想带出天主所建立的天国 是愿意给所有人 这个大概是对着 法利塞人去说 法利塞人时都以为自己与众不同 天国是我们的 是我们这些守法的人 其他那些是没有份的 他们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 但在这里很清楚 天国不是这样 天国的大树是让天下的飞鸟来棲息 显示出天主对人的一份宽容 愿意罪人都能够进来 所以有时我们都会这样说 当听到我们教会里面有些人做些不是那么好的事的时候 当然了 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不对的事 应该要改正 但是同时要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教会 我们教会包容这些人 希望这些人能够改变 这个第二篇读经 戒指的比喻能够带出这个意思 第三个比喻 酵母的比喻 亦都能够有 宽容的意思在里面 他就说一个女人 将这些酵母 放在三斗面里面 使得她全部能够发酵 表示出 酵母是很少的 你们如果都做个饼 放少少酵母 那个饼就会发到很大 同样这里 三斗面是很多 但是只要放少少酵母 就令到全面团能够发酵 影响全面团 少少的意思就是 你要做酵母 要影响人 使得人能够 天主的面团能够发酵起来 全面团 教父就会说 这个女人是哪一个 女人将这些酵母放在面团里面 教父就会说 这个就是圣母玛利亚 或者说这个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愿意把自己看成酵母一样 使得天主的面团能够全部发酵 你少少的酵母 但是能够影响整个教会 整个人类 所以显示出 天主的宽容 少少就足够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 只是记得山中圣分里面 教我们做地上的盐世界的光 我们经常都说地盐世光 地盐世光 没什么说酵母 不妨我们加多一个 耶稣希望我们做酵母 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整个面团都能够发酵 这个是带出这样的意思 好,我们做反省 我们讲宽容 宽容当然是带着一份宽恕 包容 我们说天主就是这样 所以希望我们向天主学习 这是天主的特质 时时都是充满着 宽容的 这份特质 不仅是在新药里面才突出 我多次都说 旧约里面 同样带出天主的这份宽容的特质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很漂亮的旧约的例子 如果你记得 约纳先知里面的一个故事 约约先知 天主叫他去尼尼未成 去宣告尼尼未成 就要毁灭了 因为他们整个城都是犯罪 记得这个故事 故事就是说尼尼未成 一听到先知的宣告之后 由国王至底下的人 全部一起痛悔 做宝宿 天主就收回 不毁灭这座城 你记得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先知很生气 不喜欢 天主你叫我去宣告 最后都不对言 我很没面子 就走老 很生气 就走 发怒 走 去到一个地方 他见到一枝秘麻生长 生长之后这些叶 为他借阳光 他很喜欢这枝秘麻 但这枝秘麻 将来被一虫咬死了 所以他就很伤心 因为他很喜欢的这个秘麻 就死了 天主就说 你对一枝秘麻 都不是你的样子 你的上者 因为他的死 你连识他 你知不知道尼尼未成 有十二万 不懂得分自己左右手的人 难道我不应该连吻他们吗? 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很奇异 这句话就结束这个先知书 先知书用这句话 突然间就结束了 天主就说 难道我不应该对这十二万 不懂得分左右手的人 连吻他们吗? 就停在那裡 意思就是叫你们 你记得这句话就行了 整个让纳先知 想带出他的信息就是 天主就是对人 是这么宽容 即使是对罪人 警告了他 他悔改天主立刻收回成命 而显示出天主那份 欢容愿意包容罪人 这个旧约很清楚 新约里面 更为耶稣所说的更清楚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有子的比喻 戒指的比喻 酵母的比喻 都是想带出这个信息 都希望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从有子变成墨子 然后愿意做天主的戒指 使得天上的飞鸟能够棲息在这个树里面 能够做天主的酵母 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使得他们能够发酵 使得他们能够发酵 因为天主的宽容 使得我上起 我们家庭里面 今天很喜欢 或者说很多时候发生家暴 我们叫家庭很多暴力 社会上很多暴力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 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如何去处理 我们读哲学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恶是善的缺乏 恶其实不是真实的东西 理论上是这样说的 是善的缺乏 如何消除恶 用善去充实它就没有恶的了 想带出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一些暴力的东西 我们如何去处理呢? 懲罚、懲罚、懲罚 以为就可以解决 但是圣经给到的信息不是 你用善充满它 用善充满它 恶就不会存在 天主就是这样 天主愿意我们 耶稣基督 不是用懲罚 来拯救这个世界 他用善 去充满 用爱去救赎 所以也让我们今天 听到天主是 是宽容的天主 希望我们能够从他身上 学到这一件事 我们身边的确有很多 不理想的恶存在 怎样去呢? 不是去打击 不是去懲罚 而是好像天主一样 用善充满它 让他们在里面改变 有子是可以变成墨子的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